你好 你好 這裡是客房 感覺很不同 對 這裡是客房 和客飯廳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一冷一暖 客廳一樣是藍灰色的長身 因為我想營造一些英國典牙的感覺 所以設計師幫我選擇了深啡色的梳化 最厲害的就是把主廁和客廁打通 做了玻璃間隔 主廁房的空間就特別加大了 教主 原來房間和廁所打通也行嗎 教主當然行 我拆了間隔 做了兩個玻璃廁所 只要用通電玻璃 就可以解決私隱的問題 收到 我現在上來看看 我是DIC的升級特派員Sharon 今天是來看看你間屋的設計 夠不夠格成為爆力駕駛 OK 歡迎光臨 請 這裡就是我家 希望你喜歡我家的設計 請隨便參觀 IP31236 實用面積816呎 挺大 你一個人住嗎 是的 灰藍色長身加少少白色點綴 黑色長方形的餐桌 有一個生意 夠酷夠型的 有一點點分辨外國的感覺 是的 這裡就是我家的雲石壁爐 其實它是一個電子暖爐 這房子就比較酷通 而剛剛這個電子暖爐 就給你家有溫暖的感覺 嗨,Sharon 客廳除了用灰藍色襯白色的點綴之外 冷色系的木地板 亦有了素材Signage的格調 飯廳的另一邊 就做了隱藏式的電視牆 不開電視的時候 就會跟旁邊的灰頂融為一體 巧妙地做成一個特徵 由於原積飯廳的光源不夠 所以我們就做了燈槽 由客廳一路伸延到飯廳位置 將黃光由天花頂 再滲到飯廳的空間 客廳這邊一樣是藍灰色的長身 因為我想營造一些英國典雅的感覺 所以設計師幫我選了這隻 深啡色的梳化 嗯 除了這個梳化之外 其他實木傢俬都很搭 還有這幅著重質感的木紋特色牆 加上其他實木傢俬 我又再like多一點 Berry,我先帶你去看主人房 但是我想先看煙霧間 那就可以了 這個煙霧間原本是士多房 就將它跟走廊打通了 感覺比較寬鬆 空間感十足 爆禮 我們就將原積的士多房 長身拆除 跟走廊打通在一起 又將走廊原本的空間 納入在新的煙霧間裡 令到整個空間更加大 對 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 這裡是客房嗎 感覺很不同 是啊 這裡是客房 跟客飯廳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一枯一汪 淡黃色的色調 再加上榻榻米 很舒服、很捨意 其實所有人在坐的位置 就是樹木地台 我們用了一個日系的風格去設計 榻榻米可以完美地隱藏地台 而日系的三堂門 亦都可以將整間房的空間感增大 喝完茶 就來看看我的主人房 這麼暗的? 開燈了 好啊,等我來吧 教主 你在這裡嗎 我感覺到這間房子爆災指數很高 所以故意做一個突擊檢測 智能家居越來越普及 而這個單位亦都形容了 主人房 我們做了一個EBIC的智能組合 令互感去用電 另外這個單位所有的電 燈飾、冷氣、窗簾 亦都可以用手機和平板電腦去控制 最厲害的就是把主廁和客廁打通 做了玻璃的間隔 主人房的空間就特別加大了 哇,教主 原來房子和廁所打通都可以嗎 教主當然可以了 我拆了一個間隔 做了兩個玻璃廁 只要用通電玻璃 就可以解決私隱的問題了 哇,很厲害 好像酒店一樣 教主真的是教主 什麼都介紹完了 好厲害 雖然這間屋方方正正 在設計和擺街室很方便 但可惜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走廊太長 第二個問題就是橫向光 不能夠去到屋的另一邊 尤其是客廳 我先說客廳 客廳 客廳就簡單 我們可以加燈槽 就可以做到平行光和加光 但是走廊長的 最好就是把三房改為兩房 中房裡面加了燙門 加大了橫向光進入 無論廳房都可以把外面的海景 帶進入屋裡 今天任務完成 IB31236 馬鞍山海點灣 816呎單位是 一間爆麗家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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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酒店一樣 我還在笑 你怎麼在笑 停了街